莫神医 我们总在家里盼来了 这是江老爷子夫人 莫神医 辛苦了 林公子有请 莫某怎能不来呢 林公子是我们江家的成龙快婿啊 这样吧 我莫某是来看病的 但是我先去看病人吧 好 莫神医 这边请 这个莫神医果然跟床庄中的一样 这架子很大 就是不知道他的衣服是否真的有那么厉害 叫我看啊 医术一半 注意你的言辞 虽然你懂得点旁门左道密法医术 但是如果你在这里卖弄吹牛 忍痛的莫神医 我可救不了你 我实话实说而已 你要不去问废样 我说 走 莫神医 这边请 伯母 不好了 伯父刚刚又火米过去吧 快 都让开 没我都吩咐 都不许出手 快快快 都推一边去 不要影响莫神医诊治 谁依旧这点人品啊 我看也不错 你 你 你 天 啊 哼 哎 哎 莫神医 情况怎么样啊 啊 江山省的病呀 确实病入膏肓了 若是遇到他人呀 肯定受手无策呀 不过 这个倒是难不倒我摸不完 哎 我试完真救啊 老爷子就能苏醒了 陌生一枝一束 当为华夏医学 手提一指啊 老夫人谬赞 这一天下去啊 怕老爷子是活过今天玩十二天 你叫我一个班砖子 能会什么艺术啊 小子 你可别忘了自己的身份 连上门女婿还没有得到认可 在这里没有资格说话 飞雪 你看我们江家是有教有理的地方 并不是穷山恶水的乡野之地 什么阿猫阿狗的都能带进来 陌生一样 实在抱歉啊 您小辈们出言不逊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千万不要往心里去 一个无知的小子而已 陌某怎么和他一般见识呢 既然他大言不惭 不知道针灸 且让他留在这里 让他知道一下什么是博大精神的医术 庸医害人啊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今天错为鬼关将之 你敢说自己的心错诚 不是庸医是什么 老夫人啊 原来你们江家有高人呐 那陌某我就告辞啊 江先生的生与死就与我不刮了 陌生一息怒都是老身的错 您万不能离开 我家老头子的病 只有您能来医治 飞雪 还不让你家的寒天 赶快上来 给陌生一道歉 韩天你快点给陌生一道歉吧 写雪 这庸医金针错位 现在老爷子已经半只脚 迈入鬼门关了 让他速速瓦去金针 我再怎么样 也不能让他在我眼前疑死人 韩天 现在只有陌生一能依旧大波了 你别在这吹牛了 我说 一个庸医 也配让我道歉 应该是他来给我赔罪 哈哈哈哈哈哈 疯子一个呀 我原以为你是一个略懂医术的后生小儿 老夫人 我不想在这看到他 他会影响到我的刑侦 飞雪 你是让他滚出去 还是你和他一起滚出去 韩天你先出去 你在车里等我 不用你们干我 不出三分处 你们江家一家 会求着我进来的 哈哈哈哈 哎呀 求你进门 我看你简直是疯了 要是我们求你进门的话 那我跪着喊你爹 跪着叫爹是吧 行 我记住了 莫生姨 请您继续医治吧 我们江家不会亏待您的 好 我现在开始第二针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三针过后 老爷子就会休息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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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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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伯父 伯母 大伯醒了 哎 老头子 老头子 你能苏醒过来 全场上了莫神医 医术高明 妙手回春哪 哎 好说 这点小病 我塞华佗出手 自然尿豆病除啊 嗯 哎 老头子 老头子 伯父 伯父 大伯将心率下降 生命令人家是快下降 莫神医 快 快快快 快去外面有喜朋友 刚才那位小神医 啊 快 走 哎 哎 天 我知道你刚才一定看出什么了 对不对 我求求你 进去救救大伯伯 小雪 该求我的不是你 是他 哎 韩先生 刚才多有误会 还请进屋说话 哎 我影响到你是真的吗 我是不是要叫你道歉 哎呦 小神医 是我默默永远不识泰山 我给您赔罪 给您道歉 是我学义不经啊 不听高人之言 现在人命不安天的 还请您回去吧 以示妙手 我刚才出门的时候就说过了 你们会来求我的 你们现在来求我了呀 对不对 哎 小菲林 你是不是该跪下呢 叫我一声爹了呀 嗯 你不要得寸进尺 如今我们都出来请你进门 得理不饶人了是吧 你不用给我面子 你找别人呗 你就是个搬砖的 就算你能曹出莫神医尖尖错位 说不定只有瞎包碰上死耗子 对对对对 住口 不许对韩先生物理道歉 伯母 我不 赶紧道歉 要不然滚出江家 看在飞雪的面子上 随我进屋吧 哎 好 小的 你过去 你们都靠墙站 不要印小武行阵 叫我今日任意 有 小任意 你请 杨真李忠实 应真何忠虚 离火神真去其出殡 定 哎 你们看 大伯醒了 两针下去其死回生 这是奇迹啊 这行针手法 难道是传说中的 心因颤针 老头子 你终于醒了 哎呀吓死我了 大伯你醒了就好 咱们江家不能没有你啊 大伯 你吓死我了 我这段时间来一直警示男 就怕见不到你了 都给我滚开